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涅槃学宫的规则就远比神禄其他地方的规则齐全 这次神界规则的修复 涅槃学宫除了极少数地貌发生了变化 大多数地方只是规则被修复 凡人之地就是这样 地貌没发生多少变化 谁说当初末无忌布置的护镇已经被神界的修复规则摧毁 但是因为有拜悦在 在神界修复之后 这里的护镇第一时间被拜悦修复 经历神界修复的拜悦 此刻实力已经到达和神初期 虽说这个实力在涅槃学宫仍旧处于垫底的状态 但比起当初 他和末无忌两个都只有天神以下的修复 可要强得多了 拜悦自知自己修为低下 出去了也只有受虐的份 所以他平时很少出去 基本就是留在凡人之地闭关修炼 所以对于末无忌在神界做的事情 他并不是很清楚 他只知道 末无忌是因为受了宗门一个长老的任务出去后便失踪了 以他现在的实力 别说给末无忌报仇了 就算想询问末无忌的去处 他都没有资格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修炼 提升自己的修为 此刻在涅槃学宫外围的涅槃道城门口 一名身穿淳朴灰裙的女子停了下来 他抬头看着气势浩瀚的涅槃道城沉默良久 在看见这几个字后 他脑海中浮现出这一万多年来他一路寻来的轨迹 涅槃道城和涅槃学宫一样 神界规则修复之后也没有受到多少影响 此刻仍旧是整个神路最大的神道城 这灰裙女子看着这几个字 足足驻足了一炷香的时间 他收回目光走进了道城之中 进入涅槃道城后 他静止走向了涅槃道城的任务工会 这位师姐你要发布任务吗 任务窗口是一名看起来很年轻的红衣少女 他感觉这灰裙子女子应该比自己的修为高 至少应该是天神后期 灰裙女子赶紧失礼 我想要打听一个人 他叫莫无忌 听说当年他参加了涅槃学宫的考核 而且最后进入了涅槃学宫 红衣少女惊异了一声 然后赶紧说道 哦 你说的莫师兄我知道啊 他参加了散修斗法的选拔 提前过关 最后的考核他依旧名列第二十二位 你说的没错 他最后的确是成功进入了涅槃学宫 只是他选择了凡人之地 这才没有了消息 对了 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散修二七零五 当初他考核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名字 红衣少女一口气将这些全部说了出来 他说的这些在整个神怒根本算不上是秘密 对对对 就是他 他在哪里 还在涅槃学宫吗 灰裙少女激动的一把抓住了红衣少女的双手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甚至两行泪水都忍不住滑落了下来 多少年了 他一直在寻找少爷的路上 从真心到仙界 再从仙界到神域 一直以来 他只能偶尔听说少爷的一些零碎消息 就是靠着这些零碎消息 他一路找到了涅槃道成 那种惊喜和渴望的表情 就连任务窗口的红衣少女都感受到了一种令人心颤的期待 他是你的道理吗 红衣少女忍不住问了一句和他工作无关的话 他实在是被这种期待给感动了 灰裙少女脸微微一红 随即摇摇摇头说 不是 他是我家少爷 什么 红衣少女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灰裙少女 对方显然是发自内心的声音 一个天神后期强者 居然心甘情愿做别人家的女币 而且还如此虔诚 灰裙少女就是从修真界寻到仙界 再从仙界寻到神界的烟儿 一万多年来 他不知打听了多少地方 也不知多少次的死里逃生 这些年他唯一没有改变的 就是要寻到他的少爷 墨无忌 当初他的极品纯木灵根被人灰裙 是少爷带着他求救亿万里 冒着生死之危进入了五行荒域 这才让他活得一命 并且灵根更上一层楼 成为了极品便衣木灵根 不过也因为这样 他再也记不得当初少爷对他的好了 可就算是如此 少爷仍旧无远无悔 在雷武森林拿命救他 少爷的话依然还在耳边 奴隶地活下去 也许在整个宇宙里 这样的少爷只有他家这一个 无论如何他也要找到少爷 他一定要找到少爷 然后告诉他 他听了少爷的话 一直奴隶活到了今天 请你告诉我 我家少爷在哪里 是不是还在倪盘学功 婴儿颤抖的声音带着一丝恳求 红衣少女感受到了 燕儿对自家少爷的电话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才说 莫师兄是一个精彩绝艳的天才 可是他却选择了去凡人之地 凡人之地 是涅槃学功最没有前途的地方 听说莫师兄进入凡人之地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我还听人说 莫师兄接任务的时候 陨落了 这不可能 燕儿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失态 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 似乎是察觉到自己声音太大 燕儿赶紧抱歉说 对不起啊 请问一下 我如何才可以进入涅槃学功的凡人之地 红衣少女并没有怪罪燕儿 她只是摇了摇头 心说进入涅槃学功 哪有这么容易啊 就在她想着应该用什么话来拒绝燕儿的时候 任务大殿外头忽然传来了尖锐的叫声 大殿中的修士全都发了风扬冲出去 即便正在和燕儿谈话的那名红衣少女 同样放下了手头工作 立刻冲了出去 燕儿跟着众人冲到了大街上 所有人都抬起头 看着涅槃学功的上空 在那儿 有朵方圆数百丈的红色花朵悬浮 红色花朵周围 不断射出了淡金色的光芒 哪怕和涅槃道城相距甚远 那清晰的道运和引导修士轻易跨入下一个层次的天道气息 仍旧传到了每一个人的感官之中 相距这么远传过来 一些修士仍旧开始突破 那红色的大花依然在不断的扩展 很快就达到了千丈范围 可这仍旧还不是极致 那是涅槃学功的涅槃花 不 那只是涅槃学功的称呼 听说那朵花叫做彼岸花 短暂议论后 众人都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 当初神界修复的时候 无数修士获得了机缘 而现在 机缘再次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哪怕彼岸花在涅槃学功的上空 但无数修士仍旧是蜂拥而至 别说彼岸花还在不断的溢离涅槃学功上空 就算是彼岸花在涅槃学功上空不动 这等机缘也没人会放过 岩尔同样跟着众人一道冲了过去 这么多年的寻找和独自闯荡 他比谁都清楚实力的重要性 况且现在没有人愿意回答他的问题 他才区区天神九层 对他来说 提升实力会显得更加重要 岩尔刚刚冲出涅槃道城 身形就为之一顿 因为他看见了一道黄色身影 以极快的速度超过了所有人冲到了最前面 那人他认识雷鸿吉 他还知道雷鸿吉是少爷的仇人 此刻雷鸿吉的速度显然比他快出了无数倍 只是略微犹豫了一下 岩尔仍旧拿出了一方面筋 遮住了脸庞 然后夹在众人中一道冲了过去 雷鸿吉的修为都如此之强了 如果他不尽快提升修为 将来他拿什么去帮助少爷呢 越靠近比岸花 天道规则就越是清晰 无数的修士知道抢不到最近的地方 索性在远离比岸花的地方 便寄出了飞船开始疯狂修炼 此刻就连涅槃学宫的人 也顾不上阻止比岸花 或者阻止别人靠近比岸花了 他们也不愿错过这样的机会 不久前神界修复带来的好处 所有人都还记忆犹新 一些人因为没有准备好 没有跨过大境界 一直在后悔和自责之中 再次遇见彼岸花这等宝物 谁都不愿意落后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